好,各位朋友,我現在在圓山花博這邊 我剛才到這裡,現在是4點38分 我才剛上線 基本上來說,今天我是大概看了一下 在家先看了一下大台北的道路監視器 然後確認哪裡有下雨,哪裡沒有下雨 那我大概看了一下,我從士林進入台北市的這條線是大同區 大同這一塊沒有下雨 沒有下雨,那我就出門了 這樣其實我還是盡量講錯 其實我大多數還是跑大同區 我切到一單,我的開示單 等一下喔 2.5公里,96塊錢 好,各位朋友,我要開示單 我要去接開示單了 它在哪裡啊? 中山北路2段115 中山北路2段115 那我就不能 那我就不能 穿過這個花博公園 我要回到中山北路上面去 啊 好啦 廢話不多說,我要趕快去接我的開示單 啊 還是講一下齁 我這一次234的這個標呢 趟支數量還是60趟 系統沒有幫我降齁 系統覺得我還是可以挑戰看看 所以那我就還是順其自然的跑 因為我要是給自己壓力 今天一定要完成20趟或30趟等等 那我可能就會跑不太出來 不知道為什麼 命運的安排 命運奇怪的安排 那我就順其自然的跑 看你今天跑多少就跑多少 這樣 好啦,先去取餐 好,各位朋友 剛剛那個第一單我到了這個餐廳 結果 第二單就到了 應該講說這個才算是我的開示單 大狗面線 哇,我第一次就要大狗面線 我講一下齁 我剛剛那個開示單 我後來到店家之後 我就把它取消了 因為店家還沒準備好 店家跟我講說 他看到那個時候 他說他按太快了 按到可以取餐了 結果 還要十分鐘 哇,那還有十分鐘 那我當然不等齁 那 所以我就按 那個放棄 那個取消之後呢 馬上系統又給我一單 我現在要去取餐齁 大狗面線 好,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 新生北路三段尾巴這邊齁 我剛剛的那個開示單 大狗面線齁 收了結果 不是往市區送 往新生北路三段 跟民族東路交叉口送 所以 好,我現在要趕快再往這個 市區方向走 南京東路方向走這樣子 好,那今天嗎 禮拜二齁 那 呃 就是 呃,兩位好朋友齁 就 那個YouTuber好朋友齁 其中一位洞蓋庫講說齁 等一下齁 八十四塊 我看一下發生什麼事情 呃 送中山區齁 呃 可以啦 這個可以切 呃 剛剛講齁 就這個東概庫講說齁 這個 今天呢 很多人會出來跑 所以今天的燙 這個數量可能會比較少這樣 呵呵呵 那 反正我就順其自然啦 這樣子 也確實齁 禮拜二跟禮拜五的這個 呃 成績 呃 我有去看齁 就是上個月的 二跟五的成績 確實都 都沒有很漂亮 這樣子齁 那 有 那 有一次破千 那個好像 那個也是僥倖啦 這樣 也是莫名其妙 這樣 所以 那 反正就順其自然啦 齁 我現在就取第二單了 一個賣素餅的齁 剛剛很快速的看一下是賣 賣素餅的然後方向又往行天宮方向走 那應該就是行天宮旁邊了 好啦 那 過馬路 來 各位朋友 呵呵 天氣變晴了齁 然後 因為下午下過雨的關係齁 那 現在很涼快 今天晚上就很涼快了 相信今天晚上出來跑的朋友齁 應該就不會覺得 熱的這個不舒服 這樣 那我現在手上有一單 我要去永康街 我要去永康街 這樣 送去永康街 這一單 這一單等好久喔 這一單跟上一單其實是疊單齁 兩單都讓我等好久 第一單呢 我到的時候 他才剛接到單齁 不知道有沒有最近齁 UBER好像 那個給單都會給的很快 這樣 那 那個時候 他剛接單 就剛把單打出來 然後呢 店家呢 發現仙草不夠了 真的煮仙草 哇賽 真的是太酷了 他跟我講說 煮仙草很快啦 等不會超過五分鐘這樣 希望我等一下 那我就等我 然後 後來那一間呢 是 我到了之後呢 那他們才開始準備 不知道為什麼 就 他們的出菜的SOP 是這樣子吧 所以就 又等了快 呃 快要十分鐘齁 這樣 他跟我講說五分鐘啦 但是我在那邊發呆 發一發就是 我覺得應該是快十分鐘 不過想想就算了啦 反正我人都到了齁 因為台北車站嘛 嘿嘿嘿 北車二樓這樣子 那我就等一等把他駕 順其自然啦 今天順其自然的跑單 那這兩單加起來就 這個 八單啦 加上這兩單 就八單啦 現在是六點四十三分 這樣 那既然被系統帶到那個 永康街 那希望在那邊 能夠拿到一點單 不過我會 呃 到永康街送完之後 我會往那個 那個什麼東西啊 就是 呃 胡鬚章齁 還有就是 八方雲騎跑 哦 因為 哦 永康街這兩間店 是我的好朋友 哈哈哈哈 好啦 我專心騎車 專心騎車 各位朋友 在我剛剛 啊 正在把餐點送給客戶的這個檔死了 系統又丟了兩張單給我 哇 那個都比遠啦 四點多公里 哦 等一下 三點一公里 一百六十四 這個叫街囉 好 是不是 呵呵 剛剛那個錢太少了 各位朋友 哦 我看一下我要去哪裡 啊 我要去宗教東路三段 我在建國北 啊 我要轉過去 哦 那 剛剛那幾單呢 啊 就是 剛剛我呢 就是在 送這個餐給客戶的時候 系統又丟了兩單給我 哦 一單4.7 一單 三點 三點五吧 哦 然後呢 兩單都沒有超過一百塊 一單七十幾 一單六十幾 哦 那我當然就直接鋸掉了 結果呢 系統 就跳出來啦 就說 請問你要繼續上線嗎 嘿嘿嘿嘿 哦 這個系統 現在它 它真的就是 哎 防止各位一隻巨丹啊 就來搞這個招 不過算啦 啊 那我現在我是要去 全聯 中東市的全聯 這樣 哇 我夠橫耶 嘿嘿 中東市的全聯 然後我現在在 這個 建國 在建國南上面 這樣 好那我要想辦法穿過去 好啦 先這樣先不講先不講 專心騎車 好 各位朋友 剛剛在等過馬路的時候呢 我就 就是 停下來 看了一下 全聯的單 裡面到底有幾項 怎麼有13項啊 各位朋友 那幸好這單有被拆單 有被拆單 我就覺得 嗯 可取可取 所以我就 這單我就 不棄 這樣子 我就還是去 還是去取這個單 一百六十多塊錢 然後拆成兩單 13樣拆兩單 兩個人去 一個人也才拿六樣多 除非它都是那種水 不過我剛剛看了一下 我剛剛快速看了一下 市面有看到什麼 非常嚴重的 都是水這樣 還好還好 啊 那 所以那 那我就 勉強可以接受 好啦 那我就去取站了 好 各位朋友 現在是8點20分 那我剛剛已經把我手中最後一單送完 那我現在在名聲東路五段這邊 那給大家看一下 哦 沒錯 我現在目前是跑了17趟 這樣 那 8點20 現在 因為名聲東路五段 這也是有點尷尬的地方 差不多7點 8點過後 這邊的餐廳都開始休 陸續休息 所以 我現在決定要 然後 要慢慢的往那個 那是哪裡啊 這裡 名聲東路直直騎過去 往那個 那個什麼東西啊 反正前面有一個小小的商圈 龍江路吧 我忘記了 我往龍江路那邊去走 遼寧啦 龍江啊 那邊繞一下 所以待會我會往前直走後 左轉 主要是要跑那個什麼 巴德長安那一段 因為那一段 我也有機會這樣 當然其實像現在這個時間 是有點尷尬啦 因為 其實 其實 其實像我這一次那個 燙講述 就是 總共是60燙 第一標 60 我今天現在才跑17 所以我還差3燙 我當然是希望 這3燙能夠把它跑完 就把它跑到我才下線 但是現在又8點多 8點20分 剛才我又卡在一個這個 對我來說是我的盲區的地方 這樣 這有點尷尬 好啦 那不管怎麼樣發 我就先衝過去看一看 這樣 好 趕路 各位朋友 在長春路跟易通街交叉口這邊 那我來 等等看我這邊的老朋友 會不會給我餐 會不會給我單 我這邊的老朋友是 國賓旅程左右兩邊的 漢堡王跟麥當勞 呵呵 這邊等一下 看看能不能幫我把這個20趟把它沖完 我呢還在等紅綠燈都還沒有過馬路 好朋友就給我單 過馬路取單 好各位朋友 我是第三還是第四次看到這一位 我覺得他蠻厲害的 因為騎這一台到處跑 而且手背範圍超廣的喔 好各位朋友 我剛在老朋友那邊收的單 很近 送很近 然後 就在旁邊而已 所以我送了之後 再趕快再跑回來 那 一跑回來呢 好朋友麥當勞 又丟一單給我啦 也是很近 各位朋友 在四平街這邊 沒錯 我剛剛在老朋友麥當勞那邊取的餐 就去往四平街這邊送而已 也是近近的 所以我現在 還差一單就20單了 那我現在又要再往老朋友那邊前進 看看 老朋友會不會再給我單 這間高麗菜飯好吃 一通街高麗菜飯 好 那麼 這邊等了五分鐘 這個老朋友還沒有單 那麼我就繼續往 往那個 林森北路那邊前進吧 慢慢前進 9點多 差一單 那我去寧夏夜市試試看 好各位朋友 那麼我剛剛呢 從長春路 往林森北路這邊走 還沒到林森北啊 一過這個新森北的時候 馬上就接到兩單 但是我只接了一單 嘿嘿嘿 應該這樣講 先接到一單之後呢 另外一單又跟著進來 這樣子 就夾單這樣子 那我呢 其實就是預設 我就只要再接一單 我就準備下限 所以第二單我就沒接 所以那我現在已經收了這單的餐 我現在要往 要往那個客戶那邊去送啦 這樣子 好 那他在龍江路上 我要去龍江路啦 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龍江路這邊 靠近民森東路口這樣 沒錯 我已經完成20趟 而且我已經下限了 這樣 沒錯 我今天 最後的這個 希望 就是我的目的有達成 那就 不練戰 不練戰 這樣 趕快下限 趕快回家 明天再繼續 明天再繼續 今天就不用在那邊 一直想要就是 再順順的跑跑看 這樣 不用 我已經9點半了 好啦 今天呢 其實 我覺得可以啦 我覺得可以啦 這樣 能夠跑到20趟 我覺得可以 因為 今天禮拜二嘛 就是 新的趟次 的這個 循環 趟次循環 這個 每日任務 又上限了 這樣 所以那邊就是 今天會有很多人出來 跑 所以一般來講說 今天會比較難 跑一點 這樣 所以我今天能夠跑出20趟 我已經很滿意了 丟東西好大聲 那我現在我就 要準備回士林啦 明天繼續努力